12月17日 北韓前领导人金正日46周年 大批民众顶着寒风 前往万寿台向金正日铜像献花鞠躬 而他的儿子金正恩 据传则是独自参业锦绣山太阳宫 在父亲临前立誓 要把北韓建设成最强大的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金正恩的决心 因为2017一整年 北韩高频率具强度的导弹核式 以让世人光无相看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次国安战略报告 虽然提及不能继续放任北韩这个流氓政权 甚至释放消息称 以拟定代号Bloody Nose的军事行动计划 将在北韩发射导弹前摧毁发射场 或是炸掉军火库 但以北韩飘忽不定的发射台 又擅长用身后藏匿疲蔽 美国的速度放话 一块被看破手脚 这也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月23号 再次无意义通过新一波对北韩制裁 这回在大陆支持下限制了北韩发展核武最重要的石油供应 其内容还包含两年内驱逐北韩海外工作人员 全面性切断金哲恩的海外精源 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今年第三度对北韩祭出制裁 试图穷尽所有经济手段逼其上谈判桌 中俄两国虽然在最后一刻勉强同意这项由美国提出的制裁案 但执行细节仍存在分歧 英国金融时报称中美两国正因应北韩政权崩溃的可能性进行磋商 11月已由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少将 对上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理查克拉克中将 在华盛顿举行了首场会议 这在过去被视为绝无可能发生 因为中国向来不愿被视为和美国携手与拉倒平壤政权的伙伴 此举将恶化原本就已陷入低潮的中潮关系 同时也可能惹恼中国国内部分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精英阶层 对他们来说 中美磋商无异于和美国共谋 对抗一个中国的共产党盟友 中方强调对话是不得不然 因朝核威胁 日前美国务卿提勒森访问加拿大 也已与会中敲定1月16号 将在温哥华举行温哥华集团14国外长峰会 希望能更多面向的对北韩施以额外压力 但北韩看似心意已决 联合国发言不假此色 只是10分之一 更可怕的是不止核武 根据南韩情报部门 及美国近期所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内容 北韩还试图以核武附带深化兵器 威胁全球 而这里头所指的深化兵器 据称使用弹道飞弹载运探拘赶军 但实验进度与成效目前仍难掌握 唯一能确定的是脱北者越来越多 即11月13号 北韩士兵身中武枪仍戏剧性存活 投奔南方之后 12月21号上午又有北韩士兵叛逃 南韩官方统计 2017归顺的北韩平民加军官 已有9起共15人 针对脱北者 联合国19号已通过决议谴责北韩侵犯人权 但却难以抵挡来自北韩铺天盖地的威胁 近期最受瞩目的是网路攻击 白贡官员日前把酿成150国数十万台电脑感染的 wanna cry病毒攻击归咎于屏障 并称脸书和微软已联手挡下部分来自北韩的网路破坏 华尔街日报报导更称 北韩已被视为韩国比特币交易所攻击事件幕后主谋 随着联合国制裁一波波收紧北韩的海外收入 金正恩似乎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资金管道 2018的东北亚甚至全球将迎来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北韩的一举一动依旧是追求和平者心中最大悬念